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云顶 因为它是娱乐场所啊 一些hotel management啊 让它在国外还是国内的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在2020年的时候 这也反映在了它去年2020年的财报上面 然而在2021年呢 许多人都看好肩定能够咸鱼翻身 然而这个疫苗的护航到底能不能让它咸鱼翻身呢 这就有大于时间的考验了 让我们今天来聊一聊Ganding 马股代号3182 其中呢 大众投行研究就给予了 RM5.18的目标价 给予3182 马股代号Ganding Ganding呢 他给予他这个目标价是根据他的整体财政年 虽然它在2020财政末季呢 尽力按年猛挫了大约95.28% 至 RM2,497万7千令吉 但是管理层仍然非常大方了 派发了8.5仙的特别股息给所有股东们 其实Ganding这家公司呢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对于派股息呢 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勤劳的在派着股息的 相同的在2020年末季的营业额 也就是它的revenue呢 是减少了42.52% 至 RM31,4807万5千令吉 低过上一个的财政年 同期相比上个财政年呢 也就是2019年末季的时候呢 同期来说是 RM53,302万3千令吉 所以是你可以看得到下跌了大约21令吉的 全年来看呢 云顶营业额虽然跌了46.5% 至 RM11,5640万6千令吉 而且也蒙受了巨大亏损 亏损了大约11,2414万1千令吉 相比上个财政年 也就是2019的财政年呢 是净赚了19亿9,582万3千令吉的 2020年的整体 无论是revenue 也就是它的营业额 还是它的net profit 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也就是亏损 无论是营业额也好 还是net profit也好 你可以看到net profit直接是净亏的 然而到了今年2021年呢 我相信它有望由亏转盈 因为毕竟疫苗随着疫苗的不断的供应呢 慢慢的旅游业 我相信在今年年中过后 会逐步的恢复的话 对Ganding来说是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Ganding在撤除了一些简直上的亏损 还有一些非营运的项目过后 其实云顶2020财年的核心净亏 大约为3亿1550万令吉 这也跟大众投行研究的预期 3亿2680万令吉大致上市 是符合的 然而大众投行做了一些小型调整过后 他们下修了今年也就2021跟2022财年的盈利预测 那个幅度大概是2至3% 大众投行研究也表示呢 它预计直到大致上整体接近了全体免疫的话 还有国际边界也就是Border 就是关卡开始运作 造成运作的时候呢 这样才会让云顶逐步的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还有旅游业近期呢 还是受到一些限制的 相信这可能会到年尾或者明年2021年 2022年初才会有所好转 但是呢 也相对于全球已经开始接种了疫苗 COVID-19的疫苗呢 大众投行也表示 他认为云顶最差最差的那个情况已经开始过去了 而且预计今年2021的下半年 旅游业将逐步的复苏 然而在2022年的时候呢 云顶的云运将恢复正常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大众投行研究的云顶业绩预测 结果12月底呢 他们对他们的云顶的营业额呢 是预估是166.722亿 然而核心净利也就叫Net Profit呢 是12.156亿 每股净利约28.7线 PE Ratio本益比为16.1 然而还是会派息大约3.4个巴仙 到了2022年呢 到了209亿这样子 然而核心净利会达到18.241亿 每股净利%是42线 本益比PE Ratio会达到11 然而周期率因为2022年 他们觉得会复苏了 周期率会提高到4.1个巴仙 到了2023年 营业额大约为213亿令吉 核心净利为18.915亿令吉 每股净利%为43.5线 本益比PE Ratio大约为10.7% 周期率将达到4.2% 通常云顶的PE Ratio大概是10多 这样子正常情况来讲 因为现在PE Ratio会偏高 是因为他们已经蒙受亏损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他最近的PE Ratio是negative的 因为他的过去的业绩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面临着巨大的亏损 然而我相信在2021的亏损会减低 或者会转盈 希望是可以转盈的 就是会有盈利的表现 然而在2022全面恢复到 至2019之前的这样的业绩 然而这一支股呢 我觉得也是适合长期持有来收股息的 毕竟就算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 云顶还是会派发股息给所有股东 还有的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他也是30大蓝筹股 在马股上面还是30大蓝筹股里面 而且他的现金流量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间公司 Ganding马股代号3182 在3月1号的今天呢 他的收市是上涨了0.25 或者是5.42% 你也可以看得到在他的graph呢 整体的graph他是在提升当中的 也就是投资者呢 对Ganding 3182呢 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 还是会持续保持着平稳上涨 但是他的现在的 现在的估价其实对我来说呢 是有点偏高的 就是觉得如果我在买的话 我会希望是在4块半这样子 我还会考虑的话 因为现在4块8毛6 因为毕竟他的业务 还有整体状况 还会回到疫情前的复苏状态 然而今天最高是去到了4.87 最低为4.6 然而成交交易量是147千股这样子 然而52周新低呢 是2块9毛1 52周新高是收在4块9毛8 也就是呢 近期我相信他会冲破他的52周新高 刷新他52周新高的记录 然而这一只股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NTA Net Tangible Accept 也就是他的有形资产 有形资产呢 每股是 每一股是8块5毛6 所以其实这一只股呢 其实还是在低估当中的 毕竟他的资产每股值8块5毛6 然而这一只股呢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Dividend Yield 股息呢 是大约为4.53% 也就是4.53%呢 其实他投资在这间公司 你拿到的Dividend Yield 还高过你放在FD定期存款的利息 所以一些长期持有者 想收股息的一些股友们 投资者们 其实这一间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去投资的 毕竟这一个复苏股的行列里面 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 接下来一至两年 他可能会恢复到差不多7到8块令吉 就是当初他应有的价钱 所以我们敬请期待他的复苏吧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 祝愿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